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是世界時事都是什麼時候 第一則新聞 原來都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 他們開了個秘密會議 究竟什麼鬼祟呢? 倫敦金融時報就爆料就說 有消息就收到 白宮的印太地區協調員也都稱為印太沙皇 堪貝爾就和美國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官員 羅森伯格 在三月初原來就開了個會議 說的是台灣地區的問題 這次會議是他們和各自的團隊 對於印太的戰略進行為期兩日的 所謂叫做交流的會議 不過 之前一直都沒有消息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 三位消息人士就和倫敦金融時報說 美國就希望加強和英國等等歐洲盟友的合作 就為了應對中國對台日益強硬的態度 雖然 台海目前是沒有迫切的威脅 但是雙方 依然 延續美日澳高層的磋商 討論中國的 軍機加強在台灣地區周邊活動的議題 我們看到 一位英方的官員就和倫敦金融時報說 這次是個秘密的閉門會議 是兩個國家之間到今時今日為止 關於台灣地區問題的 最高級別和最重要的討論 他就說 這個是拜登政府時期 開始的 是有關更加深層次的 政策對話的一部份 白宮就 問他 他就沒有說 沒有任何評論 不過另外一位英國政府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從來 不對私下的 會議是評論的 私底下 其實為什麼這麼不見得光呢 我覺得 北歐西方經常都討論這些逃海問題 真的不明白 不知道為什麼 有什麼這麼鬼畜 應該學立陶宛 公開講 不過學立陶宛就沒有什麼好下場 但是 英美這兩個國家的實力比立陶宛強很多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其中一位人士就說 這個會議的內容涵蓋了英國 如何在外交上協助台灣地區 以及提高在 亞洲的威懾能力 會議還討論了 如果美國最終因為台灣地區的問題 和中國 是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和中國真是 要開戰的話 英國扮演什麼角色呢 所以 一講到戰爭 可能他們就覺得敏感一點 免得公開了 這位人士也說 拜登政府 現在向一些盟友 提供有關台灣地區的情報 將這些情報 就是以前就列為 叫做 NOFORN No Foreign Materials Nations Sorry Sorry No Foreign Nationals 禁止 跟任何外國公民分享 現在 是不是因為這麼多秘密 所以就免得公開呢 嗯 我們聽到 布魯金斯學院 台灣問題專家 就叫做 Ryan Haas 經常聽到他的名字 就跟媒體說 增加關於台灣地區問題的 磋商是名字的 既可以減少戰爭的機率 又可能 就是 做到最好準備 因為真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有衝突的話 就提供很多的 繼續準備 特別是考慮到 俄烏衝突這個敏感時刻 可能 又是因為我很衝突 他就免得發大事 他亦說 美國官員和合作夥伴 這樣靜靜地協商 討論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阻止台海的衝突 如果有必要的話 對那些 和平和穩定 所面臨的挑戰 他們應該會作出堅決的回應 不過要慎重慎重 另外 美國國防部 前亞洲高級官員 Clink 他就告訴倫敦金融時報 他對 英美 對於台灣地區問題進行初商表示歡迎 他亦說 在特朗普政府和歐盟盟友 關於加強在南海的行動進行討論之後 其實 歐洲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去年是增多了 他亦說 押制中國大陸對台灣地區的出兵 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這個不單止是一個印太的問題 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不是的 其實是中國內政 台灣是中國的部份 還升到全球 那麼誇張 那麼大 這位Clink也說 美國的 軍事規劃人員 他們不指望德國和法國那麼遠派軍艦 或者英國在台灣地區 發生衝突的時候派遣航空母艦 他們都不指望 但是 當這些國家向南海派遣軍艦 或者過境 台灣海峽的時候 就可以向中國大陸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 報道也提到 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 去年 當然之前 都出過一些事情 有漏水 後來修改好了 去年就在印太地區 部署了6個月 另外英國的外交大臣卓慧斯 上個月28號也說 北約應該在亞洲發揮作用 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不就是跨大西洋嗎 那麼遠 他也說 我們需要 先發制人 厲害這句話 和日本和澳洲等等的盟友合作 確保太平洋地區得到保護 我們必須確保 像台灣地區這樣的民主地方 得到足夠的智慧 那麼 究竟怎樣才是足夠呢 台灣是中國的部份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來自 這個國家 雖然國家小小 但是 都是登上了不少國際的頭條 是什麼國家呢 就是所羅門群島 好 當然有些工資 或者有些香港的KOL 他就說 所羅門群島完全傾向中國 是不是跟中國近了 是 但是 他會不會完全傾向中國呢 就未必 因為他也知道自己和澳洲近 所羅門群島駐澳洲高級專員 Robert Cicero 他就敦促澳洲擴大太平洋勞工 流動計劃 幫助 修復 坎培拉和 霍尼亞拉之間的關係 霍尼亞拉就是所羅門群島的首都 Cicero先生也說 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大國 提供新的機會 但是他也說 我們是沒有遠離澳洲的 只是和中國關係加強了 這就正在買兩邊 但是小國就是這樣 是不是 這個是正確的 如果以國家的利益來說 他不會傾向你在哪邊 難聽說 哪有好處 就跟誰 這些小國家是這樣 大國也是 大國也是 但是大國因為他有一個聯盟 也有意識形態左右 但是 小國永遠都是 難聽說是兩邊 是怎樣生存 是不是 他也說 我們 不會遠離澳洲 但是我們也會尋求和中國的合作 兩邊都要 他也說 目前 所羅門群島 在考慮自己的位置 以及處於 考驗的時間 澳洲和所羅門群島的關係 但是他就相信 通過適當的對話 和 相互的信任 所羅門群島有信心 是 和澳洲的關係 回到正軌 所以說 哎呀 所羅門群島 完全 是 聽了中國說 這件事又不對 不會 不會的 這位 施司都先生 他也說 一個國家可以選擇朋友 但是 這件事就覺得相當正確 一個國家可以選擇朋友 但是不可以選擇鄰國 澳洲就是所羅門群島的鄰居 這個理論 可以用在東亞很多國家 南韓 南韓鄰國有什麼 金仔 你可以選擇嗎 印度 是的 他是要幫西方頂住中國 但是也不敢跟中國 完全全有一場 大戰 因為太近了 大家對 傷害都很大 甚至印度傷害得更加大 我個人覺得 當然還有一些國家 就像東南韓的國家 也不會完全全站邊 這是很棒的 他接受澳洲的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訪問的時候 就說 究竟 澳洲可以做什麼來恢復 與所羅門群島的關係呢 咦 他居然說一件事 很新鮮 原來是氣候變化 因為所羅門群島很多島 因為海水 海平面的上升 令它吞小了 嗯 所以他就希望澳洲做多些事 不過澳洲之前摩種 當然是做得很少 氣候變化的事 他亦都建議 擴大允許澳洲企業 從太平洋島國 請工人 這個叫做 勞動力流動協議 PALM 根據這個計劃 澳洲的老闆 可以從太平洋島國 招聘工人來填補 非技術或者半技術職位 進行為期九個月的 季節性安置 即是窄果 我想就是 是 試試到 這位 高級專員也說 失業就是我們所羅門群島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 如果澳洲可以放鬆 這個太平洋 勞動力流動計劃的話 對於我們所羅門群島的經濟 是做出巨大的 貢獻的 所以為何他跟中國簽呢 可能成為了一個 叫做 條件 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 我現在跟中國簽了 你想不想做些事 這些小國就是這麼聰明的 是嗎 2019年 原來只有189名 所羅門群島人 在 簽證計劃下 去澳洲工作 現在三年過了 已經有3000名所羅門群島人 在澳洲工作 他也說 這個計劃 僅僅是局限於澳洲的農村和偏遠地區 如果計劃可以擴展到整個澳洲的大都市 例如色尼、布里斯本 烏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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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比較有型的 烏龍江 你以為是 諸葛孔榮柱的地方的烏龍先生 還有 帕斯 墨爾本 雅德雷德 紐卡素 黃金海岸 因為那裡 對水電工和 砌磚 搬磚 護理人員要求很多 但這些澳洲人會做很多 這些是技術工 澳洲人不放給你 這些賺很多錢 我覺得這樣 沒有什麼可能放給你 其他責果的 會大量放給你也不要緊 因為澳洲很權 詩詩圖先生也說 澳洲為 所羅門群島的居民 應該提供更多的 永居 的途徑 這樣才有助於解決我們的緊張關係 這個 好爺好爺 夠直接 不鬥圈 我喜歡 其實 他就說澳洲幫幫忙解決我們本國的 經濟問題 起碼 就業我把人來做工 就等於變相幫助他們減低失業率 也是聰明的 這個哥哥也是聰明的 所以說 小國家就是這樣 兩邊遊走 都要 好處他肯定要拿盡 或者說 不要那麼難聽 好處 是為國家最大利益化 挺好聽 好這個就是 第二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這個國家也是 都是這一年多 其實疫情之後 都不是那麼好 就是印度的鄰國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現在是 經濟危機基本上沒有停過 而且反對黨已經要 下台 你們 現在斯里蘭卡的反對勢力 是很罕有的團結起來 齊齊地要求 這位總統 記住總統和總理 是兩兄弟 總統就是 哥塔巴雅 拉賈伯克薩 現在四面坐哥 因為斯里蘭卡 是 經歷了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所以叫他下台 斯里蘭卡最大的 在野黨 叫做 團結 人民力量 記住有團結兩個字 團結人民力量 號召 首都科倫坡的 各位人士 去獨立廣場 舉行大型示威 演講的人士 接二連三上台 就說 總統下台 總統下台 一位前議員 他就說 一個多兩個月 總統還是躲在他的官底 現在我們應該 應該把他 拔出來 趕他走 斯里蘭卡 什麼問題 問題真的相當多 幾個月來經常停電 通貨膨脹 食物不夠 燃料很貴 記不記得有一次 那些人入油 排到 真的 離開了這個世界 排得太熱 還有 割藥物資 好像藥品 嚴重的缺乏 國內 反對總統的人 真的可以說 揭桿而起 就要推翻這個政權 其實 我們看到 反對黨的人士 已經在三月中 在總統的私人 預所外面 發起 示威 就掀起了反政府的浪潮 斯里蘭卡主要的 左派政黨 人民解放陣線 其實 昨天 在科倫坡的一個火車站外面 就是 舉行大型示威 堅決要求總 統治下台 而且提前大選 他就說 總統回家 總統回家 不是他現在就在家 他現在就在家 下台的意思 沒錯 雖然 斯里蘭卡 人民陣線 就是 其中一個執政聯盟 其實 勞動節 本來就應該是集會的 但是 當然 這位 斯里蘭卡的領導人 他們就說 希望各國政黨 可以克服我們面臨的挑戰 這麼簡單就可以了 他也說 我們不應該追究 現在的問題 究竟是誰負責 哈哈哈 因為是你 哈哈哈 這個好笑 不應該追究問題 誰負責 因為是你 而應該把重點 放在 採取什麼行動上 那是對的 應該是 解決了問題 但是別人覺得 解決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解決你 就是叫你下台 那斯里蘭卡 其實 真是 蠻嚴重的 就好像 上個月中 斯里蘭卡的 醫學界已經警告 總統 現在很多救命的東西 藥品 已經 沒有了禁制 國家經濟 那麼嚴重 令民眾的生命 也受到威脅 更 他覺得 現在經濟那麼差 比COVID更慘 更慘 斯里蘭卡其實 面臨1948年 脫離英國 管治獨立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幾個月以來 民眾當然 又是斷電 沒有能源 沒有食品 沒有藥品 什麼都沒有 令到斯里蘭卡 是哀嚎遍野的 斯里蘭卡 醫藥學會之前也都說 全國各大醫院 已經 不再進口 醫療物資 和救命的藥 因為沒有錢 有幾家醫院 其實 自從3月份起 已經暫停了一些例行的手術 因為藥品不夠 醫學會也都說 很快來緊急手術也做不到 其實可不可以 叫印度借銀 那麼近 我就是不知道 我們試一下 當是印度援助 為了這場 經濟危機 其實民眾 非常憤怒 之前也有大型的暴動 商界領袖 也加入了抗議行列 要求總統下台 因為斯里蘭卡長期缺乏燃料 令到 他們的工廠 開不了 找不到吃 事實上 都很嚴重 好像 3月份 其實斯里蘭卡的貨幣 貶值了三分之一 以及 25日的時候 斯里蘭卡證券交易所為了防止市場的崩盤 更加叫停了交易 因為 25日的時候 重新開盤 就暴跌13% 所以 股市交易 叫停了 其實自從 1月份以來 科倫坡的股市已經下跌40% 過去 的兩個月 其實 斯里蘭卡的貨幣 對美金 當然是貶值很多 當然 希望這個國家會好 其實也是一個 相當漂亮的地方 現在都不知道弄成這樣 因為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危險 他嚴重依賴旅遊 他第一、第二大的遊客來源國就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就算俄羅斯人去到也沒用 他又用不到上映卡 因為被人制裁 是 現在只希望 中國幫忙 只可以這樣 因為當時斯里蘭卡的 駐華大使也說 希望中國幫忙 但是 老實說我長貧難顧 是嗎 你經常哭借什麼借什麼 因為你 借銀也是 借得多少 如果 繼續這樣借下去 會不會是惡性循環 當然你借習慣了 可能 可能習慣了 但始終都要還那天吧 別人肯不肯 那麼慷慨 不用了 我想很多國家都不肯 是嗎 長貧難顧 不如 這個總統 也是需要下台 不下台 不過這樣 因為之前說這個總統 可能涉及一些貪腐 一下台可能他又被人查 很嚴重 所以他就 不敢走 一下台又說他 沒有了保病符 很難搞 真的很難搞 繼續這樣拉車下去 整個國家就是散 希望 他們沒事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的議題 再見 再見